好 其實剛剛講到加鈣 在台灣其實很常見 那蘇律師這有沒有什麼 要小心的地方 要小心 因為有的他以為說 拆 爆拆 爆拆 他只要說是舊的違建就不會拆 我就碰過一個朋友 他就去買房子 他買房子的時候 他就想說 看到一間不錯的 那全壯大概就四十幾坪 可以去 哇 開玩笑 進去就八十坪一樣 那要什麼 能推就推了 能夠推 你就想像說能推 然後所有都變玻璃窗 就哇 那坑很大 價格合理 就是他也沒有特別便宜 也沒有特別貴 就沒有特別貴 那那個屋主也跟他講說 我告訴你喔 這是違建 但是這個違建 應該八十年 那個比較早期的這個大廈 八十年就已經 這錢就已經弄好了 所以我住在這邊很久了對不對 都這個 既存違建 他講也是 所以他也拆了 對啊 既存違建 就是不會拆 他不是新蓋的 不是新弄的 就那時候就開始 弄著這樣子 那所以他就買了 買了之後 就很開心 也不用什麼裝潢 因為只要把油漆粉 刷起來 就很漂亮就進去了 那一進去之後 想要接到純正信函 他是邻居寄給他說 請你拆除這個違建 之前我就已經告訴過 那個前面的屋主 請你要拆違建 他說他就莫名其妙 奇怪 我之前 我在買房子的時候 他也沒跟我講 這個是 前面屋主也沒跟我講 這個事情 那他覺得奇怪 他就趕快問鄰居什麼事情 那就問管委會 那管委會也發了函說 你現在雖然 雖然你現在是新的這個屋主 可是房子就是你的 你就要拆掉這個 因為你已經違反了這個約定 那所以他說不對啊 那他就問為什麼這樣 他說因為之前的屋主跟鄰居 都處得不好 都處得不好 所以大家就要牽牽牽牽牽 牽牽牽牽牽 他就覺得說 那個沒辦法 他就要趕快落跑 落跑 他就那個 那所以他怎麼辦呢 他就說慘了 那這該怎麼辦 那當然第一個 所以你要... 房子要不要... 第一個想要不要房子 這個房子真的很不錯 就跟他心想 這很不錯耶 他就是很棒 那法律上 那律師 不是寄存違建嗎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去 有人去這個 政府在檢舉 會不會拆 我告訴你不會拆 因為真的是寄存違建 從空照圖拍下來 掉出來 就是那時候就有了 所以他不會拆 那這樣到底會不會拆 律師會不會拆 那我跟他說會拆 因為公寓大廈觀念 就是裡面是共有人 共有人認為 你今天違反了使用的規則的時候 我就可以拆你 所以他已經 他不是行政上的拆 是明法上的拆 我明法上我有權利 既定處理 我也是主委 所以我要拆你 這時候你跟大廈槓起來的時候 他一定拆你 我說這個不行 那怎麼解呢 我說這樣 每個人去送禮物 對 差不多 要包紅包 對 兩個 我說兩條路 第一個 我們要針對那前五組 他那個 他也沒告訴 他也沒講 他雖然有講說是違建 可是他沒有講說 他已經被人家發承認信函 那我們跟公寓大廈那個管委 他調出來 之前都發了那麼多事 有這樣 他就告訴他說 你要賠償我減價 不然你是詐欺 因為萬一真的被拆 對 那不得了 那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就說你大概 跟住戶打好關係 然後你要去做管理委員 你就 你要去做管理委員 你要去做管理委員 因為你今天做管理委員的時候 那就會不一樣 是那個權力要拆你的房子 你就進入那個權力 對 你要進入那個權力中心 歡迎大家來參觀 你的權力中心 因為你要熱心公益 你不是跟以前的人不一樣 你是熱心公益 所以一方面就要求那個 那前面還好 前面的人還也知道說 你不然我剛好你詐欺 人家要拆我 都有存 我還遇到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辦法 除了進入這個權力核心以外 就是你把所有 那整條街全部都檢舉了 然後逼里長出來協調 對 因為我跟你講 不可能每一家都全部守規矩 你都會整齊 那你每一家都去檢舉 大家會知不知道 整棟都檢舉 會不會知道是你 就知道啊 就知道 就來啊 反正我也要拆了 大家對不對 殺底一千 智商八百也無所謂 對 然後你們好 你們我也都給你們檢舉 每個人走過你旁邊都 那沒關係 反正你們要拆我房子了 我還怕你 就大家再出來談 我有一個案例就真的是這樣子 就逼大家出來和談說 好了 不然就算了 教讀策略 對 遺讀攻讀啦 還能怎麼樣 這個的確是檢舉報拆 可是回過頭來 要真的要小心住戶 那住戶的不是報拆 住戶是告法院拆你的 所以有很多說 我告他 拆除某些東西 拆除在東西 法院可以是提告 所以這要很小心 那最後如果贏的話 就拿了判決書來拆 所以進入權力核心 剛剛志偉是說送禮 愛家愛戶去送禮 你要送什麼 我那時候裝潢的時候 我是我們家就是 平常我在四樓 五樓 我們一個樓層都有三戶 對 五樓三戶 三樓二樓三戶 就九個 對 所以我就送了什麼 九份禮物 喜年來淡捲啊 高崗烏海苔啊 就是大家 上次那個屋主來 送日本的高級葡萄 我都不滿意了 你送的那個 我一直檢舉你 他特別算 不是這個屋主 一直都是我嘛 只是最近才要裝潢 他說你看清楚 裡面還有包紅包 看清楚打開看一下 沒有啦 你跟鄰居打好關係 是一定要的 然後再來是說 因為我們就是也 常常在電視上出現 他們都知道 這個房子的屋主是我 只是說 你要搬來這邊住 那因為我們那一棟 就是 我已經是第五個裝潢的人了 也是算最後一個嘛 所以那個很多人都已經 要嘛習慣 要嘛很痛苦這樣 就會問我說 記得喔 別人在裝潢的時候 趕快拍照 你會裝潢 對 那因為我的房子 在裝潢的過程當中 有遇到一個小差距 可是我覺得 我的鄰居人真的很好 就是我隔壁鄰居 然後他呢 就是因為在裝大門 可是裡面也在做 泥座在除塵這樣子 那因為在裝大門 你的門就會拆掉 他本來是有一個 帆布蓋住 結果那整個粉塵 就這樣飄飄飄 可是他的門是關起來的喔 那個粉塵居然可以很厲害 從門縫的縫隙飛進去 然後把他們家整個客廳布滿了灰塵 他一工作回來發現說 哇 我家怎麼會騙這樣 絕對是你裝潢的問題 那個絕對逃不掉 那我的設計師就打來給我說 你跟那鄰居好嗎 熟嗎 我跟他說我跟那個鄰居就是一面之緣 然後我知道他有開餐廳 去光顧過幾次 他說那那怎麼辦 我就說那就是把人家清潔 如果是我們造成的 那因為我的設計公司是也 本來就應該設計師要負責任 所以他就叫他的老闆 去跟我的鄰居協調 去幫他找人清潔好 所以其實敦慶慕領很重要 志偉聽說你住進新家 發現很難睡覺 因為很吵掉 對 因為我以前的租客就有跟我說 我問他說你們住 因為我前前後 住了五六個租客 因為畢竟也是買了十二年 那我就說你們住在這 因為我跟兩三個比較熟 我說你住在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的主臥房跟次房 都是靠馬路 他說就是有時候晚上睡覺 比較吵一點 我說因為在四樓 靠近馬路 因為我住七樓 我以前是住在對面的七樓 我都覺得還好 那因為我以前的房子是靠中庭 所以當然聽不到 但我問我兒子說 你睡靠馬路有聽到什麼聲 他說沒有 有時候救護車而已 所以這一點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我住進去 可是有一個東西 我就領教到了 他跟我講說 下雨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那個雨聲之大的 嗶嗶啪啪啪 對 尤其他說下大雨是還好 因為下大雨 整個馬路都會聽到雨聲 分散掉你的注意力 它是不是那種 要下不下的雨滴最可怕 就是你睡覺會把你吵醒 那個聲音真的很大 我看大概四五十分貝油 然後我就覺得這怎麼辦 因為我太太說他都不知道 因為他帶耳塞睡覺 那我的設計師就跟我說 有一個辦法 那我也有PO在我的臉書 也有朋友跟我建議說 你去買人工草皮 把它墊在那裡 它是那個 對 因為我那是一個突出去的 那一塊它建商是用鋤鋤鋤 它是用鋤的 所以滴滴滴很吵 後來我就去弄了 就吸音 對 就用人工草皮 就解決這個問題 我本來想說要換掉 他說不用 你用人工草皮放上去就好了 所以聲音很嚴重 這個部分前一要分享 對 其實之前在幾年前 我們最近不是都討論說 樓板的厚薄嗎 最近新聞不是什麼 十二公分 十五公分 要三十公分多少的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當然樓板厚 它是稍微是可以隔音 可是它不是全然的 這個絕對的因素 因為N年前 我們有做一些豪宅 那豪宅 其實那個時候的豪宅 還沒有到現在的法規說 要多層隔音 中空樓板製政 那個時候的豪宅 它是把水泥灌得比較厚 再來增加水泥的磅數 就水泥的磅數 一般我們大概 舊公寓大概兩千五百 磅到三千磅 那豪宅它那時候 其實已經灌到三千五 接近快四千了 當然現在的規格更高了 但是因為它的水泥磅數 很扎實 你想想看很扎實的東西 它很厚對不對 上面講話是絕對聽不到 那但是你拿那個重釘 往下敲的時候 那聲音比一般的那種 寶頭板傳下去 還要清楚 所以我們那時候 做的那個豪宅 裡面Kitty Kata 都是在互相修構 都是在告這個事情 那有一戶就很妙 他們家裡面 我們後來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我的客戶是住在樓下 那樓下他晚上 都會聽到就是 蹦蹦蹦蹦蹦的聲音 那有跟樓上反應 那反應之後呢 大概就是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結果 那個一個媽媽出來說 好好好 我們會注意 我們會注意 也沒有不承認 但是我們注意 但是應該也不知道什麼事情 然後反應了大概半年多 之後呢 他終於受不了了 後來他就開始收證 他就是晚上 反正每天錄這個聲音 後來就去告了樓上 因為都一直協調沒有結果 告了樓上之後呢 原來發現說樓上 他的家裡面有一個精神疾病的兒童 對 他晚上的時候 就是比較不受控在敲地板 那因為媽媽不想要讓大家社區 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不願意去講 不想讓大家知道 他有那個小孩 對 但是又不能去控制得了 他的小孩去發出這些聲音 那最後他們 我樓下告癮了 告癮之後呢 後來樓上也就搬走了 對 所以樓板的後保 不是絕對的一個因素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出去外面啊 然後會看到路邊有人在吹 塞克斯風或者是喇叭這樣 我說他在練習啊 我說你怎麼在這裡練習 這麼偏僻 他說沒辦法 我在家裡的本土 有人要把我輸贏 會比較大肌肉 太疼 很差 其實我覺得 大家現在住的環境 其實算擁擠啦 一棟大樓裡面 沒有都二三十樓 對不對 然後一棟大樓 一棟大樓大家這麼密 可能大家彼此真的要做包容一下 那老實講中宏的孫 難免你跟我說粉塵 對 噪音 不方便 對不對 這樣 像這個要怎麼做好 敦親慕靈 第一個就是志偉說 講的就是真的要去送禮 送禮 然後還有這個 裡面夾紅包 但是管理員你要去 把它設定好了 管理員大家通常會忘記 管理員很重要 你所有的消息 都是從管理員流出去的 那幾個陰納啦 然後怎麼樣都是那邊流出去的 所以那些暗打好 然後最主要在拆的時候是最吵的 最好呢你告訴你 管理員飲料夠不夠 那冰藍啦 冰藍啊 香菸啊 對 冰藍香菸啦 大農莊剛剛有提到 林口要開滴 對 不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最好是把你的這個宮崎的這個 最大聲的時候 像我們習慣就 會把它公佈 讓它有一個預期心理 例如說我們幾號到幾號 這個是最吵的 接下來呢 聲音就會小一點 讓大家知道這些事情 這樣是最好的 對 我覺得 前醫講的有道理 我覺得你現在去大樓 跟大家喝一個室禮 說我後來可能要送禮 難免可能會吵到大家 跟大家喝一個室禮 這樣 蛋捲 不能兩串膠啊 不能兩串膠 那其實我發現就是說 現在的人很會受過的 聲音也要告 這個裝潢也要告 這個告是好 是那個嗎 那麼好 告我覺得是一定是要告的 因為有時候 你才會有生意啊 我一定要告 那不告不行啊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說 真的 你不告 那個演藝所就不在了 如果不告的話沒行李 有設計師說那個 加錢是一定要告的 要告是一定要告的 律師說告是一定要告的 為什麼 因為有的人 真的不告 餐廳說飯是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告的 就像我一個朋友 他一樣買房子買了之後 結果買的時候發現樓上漏水 就找人跟他講說 你老主義 他就說什麼 我們才剛做防水沒多久 不可能漏水 老主義就外面 是怎麼樣 是不是大廈的問題 講了半天 他想也有道理 好啦 自己趕快 用簡單方法住寫 怎麼樣 就沒辦法還是漏 漏之後最後怎樣 還是跟他講 你看 讓我進去看 不行 我不讓你進去看 我不要讓你進去看 我家有什麼讓你看 他就不管這樣 真的耶 真的都這樣 我不要讓你看就不管 就算自己說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給他看 他說我也就不要 就是這樣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是有規定 要讓人家進去看 他自己修了一些沒辦法 他覺得就修 提告 提告完他就說 他就要找鑑定單位來鑑定 我就不要鑑定 光是選鑑定單就選 我說對 我這個不要 樓上說我就不要 鑑定單有問題 一定是你收買等等 就是一直挑 就算鑑定出來是他的問題 他也就一直挑 官司一拖就拖了一年多 那最後當然我們就很快 他就結束了 他果然是贏了 因為鑑定報告出來說 就是樓上漏水 樓上漏水的時候 那怎麼修要做 好 我先猜的話 所以假定我是三樓 那我發現我漏水 我其實是有權力要求四樓 讓我進去看 讓我進去看 對 就這樣子 那最後呢 那可是漏水是誰的責任 的鑑定 鑑定 是要誰來 是三樓 三樓決定嗎 就是你家漏 不是 就是說你要自己找抓漏的 但是如果是他是樓上的 他要開門讓你進去抓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好 誰來鑑定嘛 責任啊 那個是不是我四樓 因為老實講漏水 不一定是四樓 兩個都有可能 是不是 那鑑定單位是誰來決定 鑑定單位原則上 法院會決定 他會給你一個 會給你選 你就說我選哪一個 選第三方 法院會給你一個參考 或雙方 為什麼法院決定 我們兩個兩個還在協調 這樣就要法院決定 應該兩個協調的話 就是雙方講好 那通常說 通常是講不好 通常是講不好 所以說 才會上法院 不要避免告 所以有時候你還是得告 告完法院鑑定出來說 他就是樓上的問題 那如果確定是樓上問題的時候 甚至有就判決說 他必須容忍他 照著鑑定的方法去修善 所以現在法院可以判到這樣 所以不要以為說什麼 沒關係是賠錢啊 我不建議會變賠錢 不是 而且我告訴你 除非他進去修善 而且他之前修的 或今天一些損失 都還可以要求賠償 所以我認為還是要面對 所以假定責任是在四樓 四樓要全部負擔 對 那有所謂的精神損失嗎 有的法院有判 有的法院沒有判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去開啟小鈴鐺 那個小鈴鐺 是這樣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